有所谓安良堂,有所谓邪圣堂,各节党徒,以淹堵为业,或者每年发生一次堂痘,或者一年发生数次堂痘。 两方面,偷偷摸摸,开枪打死人,他们开起火是不问是非的。 如果一个姓李的给姓陈的打死,凡是姓陈的都在可以报复之列。 大约这是广东乡村泄斗的遗风吧。 也可以说是部落吞并的余悸吧。 华侨唐斗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,我在纽约三年也碰过发生两次,关心我的同学都劝我不要到中国城,但是不教书又怎样生活呢? 我常对我的朋友笑说,你们的圣意是可感的,但是教书是。